法醫的報告證實 Cherry是因為喝了有沙埃的水而死 而法醫的報告就說 水在Cherry的車子找到 而Cherry開車到曹世村的別墅時 曹世村已經在房子裡 所以很有可能的水是Cherry自己帶上車 她的死跟曹世村無關 她的嫌疑可以撇除 既然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我們只用查詐告去吸食可卡因 不過現在最重要的事都要找出 為什麼Cherry會有沙埃的水 Cherry是開車的 但我去過全港的油站 都沒有送過這個牌子去曹世村 這樣吧, 石姐和阿勝 沿著錄影廠去別墅的路 問問市多、便利電和超市的負責人 看看Cherry有沒有去那裡買水 是, 女士… Josie和Wilson, 你去Cherry那裡看看 可能有水在那裡拿出來 是, 女士… 阿嬸, 明天我和你去錄影廠 查一下Cherry的運動 說不定水可能在錄影廠拿出來也不定 是, 女士 Cherry出事那天的溫單嗎 沒甚麼特別 我們預訂了這三廠拍MTV 通告是07 Cherry那一部分就拍到12點左右就完了 我們預訂了專用化妝間給他們 Cherry一拍完就離開 大概1點左右 我還打電話通知她明天有展彩 她那時候還好地地 說明天不用用我們的車 會坐曹生的車 自己和曹生說 那你知不知道Cherry這個任務和她不對 Cherry和Mabel一向都沒有兩句 前陣子還因為爭奪Madamu的角色 關係變差了, 但也沒甚麼 那Mabel現在是不是在? 我們也想問她拿點資料 Mabel她不在 她請一輛去泰國還沒回來 我們還要跳舞Tony和Eric的氣氛 好 搞定了 我那一部分搞定了 Eric還要補幾個鎖 好 怎麼了 這些水是你來買的嗎 公司買來給藝人喝的 把水傳給發症化驗的 收到 MakCherry的死跟抗拙水有關 他就是喝了這隻牌子的水中毒死 我們已經檢查過 錄影廠拿回來的那一瓶水 全部都沒有生涯 不過毒死Cherry的水 和錄影廠的雙水 都是同一個電話號碼 那就是一瓶水 零零細細的只有Cherry那瓶有生涯 看來兇手只有針對Cherry一個 明知道喝過那瓶水 所以才在那裡下毒 錄影廠, 怎麼回事? 看你這麼入神, 是不是有什麼快意? 你覺不覺得這隻啤啤紅的姿勢 很有趣?左手握著右手 中間流空了 這個姿勢似乎是什麼意思? 好像是想抱著或抱著東西 我嘗試上網查看 有哪間禮物店是用啤啤紅來做主題 好, 謝謝 這包主題被Expland Day的照片調成了 還黏了藍色的毛毛 和這隻啤啤紅頸巾的質感很相似 和這隻啤啤紅頸巾的質感很相似 這隻啤啤紅頸巾的質感很相似 像是給眼睛的盒角造成 Match 現在就剩下這隻不就有著落 查到了 真的有一間是用啤啤紅來做主題的 禮物盒跟Cherry那個是一樣的 現在是欠一瓶果汁 沒有不見, 果汁在這裡 這隻是礦泉水 就是因為礦泉水 看, 那就紅仔的頭 想不收在一旁也不行 汁水是帶一瓶果汁, 硬放進去 啤啤紅的頭一定是收在一旁 就是有人把果汁換成一瓶有生餐的礦泉水 Cherry應該收了禮物盒之後 就拿起了食物 把三隻啤啤紅放在後座 其他的糖、朱古力等 就留在禮物盒上 再把自己的零食放進去 整盒就放在車尾箱 但是就拿起了一瓶礦泉水 那就是說沙埃水是來自禮物盒 不是, 應該是說被人換進去才對 水的碼號碼跟錄影廠的一樣 那就是說不是給人做的嗎? 我估計兇手靜靜靜靜在錄影廠 拿起了一瓶礦泉水 再用無細管原理 把山椰加進去礦泉水 等到有人送禮物來給Cherry的時候 趁Cherry不遺疑 就拿起一瓶果汁 換了一瓶有毒的礦泉水 就拿起一瓶礦泉水 最近做事忙得慌 連弟弟生日約吃飯都忘記了 還沒買禮物, 也不知道怎麼選好 你應表阿Ben應該有不少 不如選一些有特色的吧 這款不錯 是不是女裝的? 別浪費了, 男女都可以 適合你的風格, 鋼帶你喜歡嗎? 我還是覺得這款吸引得更多 很感激, 也不是你平時喜歡的款式 不是, 我覺得挺特別 平時搶T恤、牛仔褲也不錯 看來我的男朋友真的不合格 連你心想什麼, 喜歡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的喜好真的會隨時變化 這一刻看上去, 覺得這款吸引 誰知戴上手又不喜歡 現在適合自己的下一秒 又可能覺得不合格 如果你覺得買錯了, 你會怎樣做? 那就像Bill一樣 如果時間不合格, 就調適合它 再選一選 你連選禮物都想了那麼久 你是不是想了很久才決定選我? 你真的想我回答嗎? 嗯 你說貨物出門, 樹不退換 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所以如果不合格的話, 我就退貨了 這款不錯 怎麼樣?沈 Adam, 早上找到買禮物跟布豆 不過他們今天休息, 沒開門 所以問不得了 另外, 我和石仔去了錄影廠的接台 調查過 他們看了紀錄 在案發那天, 沒有人送的東西給Cherry 我打算再問問Rosa 會否在門口的粉絲送的東西給他 先生, 你是否要送給Cherry 好, 謝謝 小姐, 不是歲旗, 是小旗 不是SUI, 是SIU 那點是在I字上的 我知道為何沒有登記 有人送東西給Cherry 那個禮物盒上 不是有張卡寫的2CMule嗎? 我們很直覺以為 那份禮物是送給CherryMule 但其實它寫的時候 只是隨便點了一點點在這裡 我們看上去就以為是M.I.U 那一點應該是點在最後 屬於這個I字, 而中間是U字 所以應該是梅, 不是Mule 而Mabel的中文名叫梅千 千的寸法是C, H.I.N 短寫是C, 所以應該是2CMule 即是說禮物盒有機會送給Mabel 阿嬸, 在哪裡? 剛剛離開接待處, 準備找Warser 馬上回頭 看看事發當日有人送的東西給Mabel 好, 找到了 找到了, 那個早上11時左右 有一間禮品公司送了一個禮物盒 是給Mabel的 我們已經找工作人員拿去化妝間 謝謝 他們有個專用化妝間 我記得那天 Mabel就是拍MTV開槍的鏡頭 誰知被反應蛋爆到全身對血 他就去洗澡 他還叫我拿一套衣服給他換 我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禮物放在Mabel的化妝箱旁邊 Cherry姐 玩得不需要嗎? 還小嗎? 不是吧?寫著CMule 即是CherryMule 即是我的 為何放在別人的位置 人們懂不懂英文? 怎麼搞的? 你大肚子, 你亂用不擺 那件事有沒有告訴Mabel? 我當然不敢多事 即是說Mabel從來都沒有見過那份禮物 是啊 對 一件事已經算在結束 太了